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移民局适用同一套法律 有同一套一般人马 用于同一种思维来审理案子 他建议做出了 他很难自己打自己嘴巴改过来 所以在移民局内部来上诉的话 这个成功率会往往低于50% 那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目前移民的法律 其实上是没有多大的改变的 现在改变的是行政执法的时候越来越延了 所以很有必要跳过行政部门 直接到司法部门去 就是美国的法院去 去诉讼移民局 来寻求一个不同的决定 美国司法系统也就是法院 对那个行政部门是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制约 你可以在移民局错误的 否结了你的案子 或者延误你的案子审理的情况下 你可以到联邦法院去告移民局 联邦法院会勒令移民局做出修改 当你告移民局的时候 很多人会担心说 告移民局会不会后面遭到移民局的报复 这个不会 因为你这种诉讼是依法有据 法律的依据叫APA 就是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就美国行政程序法里面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联邦政府移民局对你的案子做了一个错误的审理 或者在事实认定上有错 或者在法律实用上有错 或者在行使他的自由裁量权的时候 滥用了他的自由裁量权 或者过度的延误了你的案件审理 你都可以输送移民局 你输送移民局就去联邦法院 它可以是移民局总部所在地 那个华盛顿特区 或者移民局的处理中心所在地 也就是那个所在的处理中心 或者是你 或者你的雇主所在地的联邦法院 输送移民局 移民局呢 没有这个incentive 没有这个动机去报复一个输送他的人 因为你向移民局是要糖吃 要一个benefit 这个benefit是公家的 又不是某个officer的 所以officer呢 本身跟你是无言无仇 他没有这incentive去报复你 如果有明确的证据 表明联邦政府要报复某个人的话 那这个责任就非常大了 这只会使得你案子 在法院呢 获得更多的同情分 更容易会获得批准 这个输送呢 当然呢 会有成本 通常来说 你要委托律师 让律师呢 把这个输送立到联邦法院 机场法院 然后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很多情况下 美国司法部就会代表 美国政府的因素 美国司法部看一下这个你的输送 如果觉得移民局很可能会输掉这个官司 他就给移民局一些压力 移民局呢 会主动的把你的案件重判 然后让这个案子批准 了结这个官司 这种情况呢 就移民局在没有法庭 开庭的情况下 就主动跟你改判 跟你settle 这种情况呢 会占到90%以上 所以呢 如果你一个经过一个有经验的律师 看过你的案中 觉得在美国移民局 移民官 在法律试用 或者是实时认定上 或者在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上 有滥用的情况 只要抓住这些弱点 输送美国移民局 会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逆转这个局面的一个手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